老大老大出事了 怎么啦 这位粉丝又被骗了 又被骗了 拿了一个19款的要我们估价 打开视频完全不对 这个月都都出了三四次了这种情况 怎么回事啊 镜头后来看一下 我来看一下跟大家解说一下 看到没有 兄弟们 像这种机器一看就是假的 因为为什么19款的这些cpu的内存啊 版本啊cpu的处理器都不一样的 你看到没有 这个外观哪像 像个一三款的 我带大家看一下真正的19款是什么样的 能够兄弟们 你们仔细看一下 刚刚那个视频的机器是这一台 其实真正的19款是这一台 那么我们打开看一下 看到没有 外观就不一样 大小也不一样 厚度也不一样 接口也不一样啊 同样的自食尚存 当然19款是年会新一点的 其他的硬件方面也不一样 我们打开看一下 啊 这就是19款的一款模具 这次就是一三款的 我猜想他真正的就是一三款 这个密码是我们的啊 我们设计的 来看一下 真正的一三款是什么样的 看到没有 一三款的 然后他的内存是1600的 他那个才10多的 肯定是假机 然后我们这边真正的19款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这个在指纹触控条的吧 在指纹的吧 然后他这个是16G的运行内存 当然也有8G的运行内存可以选啊 如果是19款的 他这个显示效果也是2560省1650的一个分辨率 他可以升级到最新的版本系统 所以说呢 你们老是说机器便宜 机器便宜 2600这位粉丝就说能买到19款的 你不被骗 还骗谁呢 同意 像这种一三款的 其实就是在2K左右就可以了 他买的是2600啊 兄弟们 你们去回想一下 他是不是被骗了600 类似的情况有没有在你身边发生 其实呢 选择苹果笔记本 他真的挺难的 水费也很深 因为苹果笔记本 他可以改序列号 也可以改一些参数 像一些小白 他真的是不知道的 像这些硬件上的参数 他是没办法更改的 比如说他有指纹触控条 这些是硬件上的 他再怎么改也是改不了 所以说你们多问问 多科普一下 好了 这个视频如果对大家选购有帮助的话 简单在这些选记录上 简单又明确 记得收藏哦 楊木 大下